有人说它是现实版的空中巴比伦 也有人说它像极的目的 有一说一如果不是奔着目的这个形容词 我应该不会想特地来看一看 千树聘宁苏州河 曾是荣氏富丰面坟产的旧址 沿苏州河一侧 可以看到上百个露台 还有数百根清水火凝土生命立柱 这立柱上种着一千多颗植物 天安千树面向苏州河一侧 有这样一座老钟楼艺术塔 这座塔楼实际是原先面坟产老钟楼塔 现改建成了商场的观观电梯 商场的建筑被拍了很多遍 但是从来不知道里面讲什么样 现在我们到了商场内部看看 整体的装饰还是挺低调的 这个调空的空间充满了设计感 顶部居然还有渐变 就是这个DJ不太应景 空间内外呼应 露台和室外产生的交互 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惊艳了我这次体验 如果不是来到了现场 我会错过这个有趣的建筑 其实近看真的很美 我像在商场的露台 我觉得这个角度也太美了 突然理解为什么被称作空中巴饼了 我觉得像这样树密集一点的角度 还挺有生态感 一看了这些片段 你觉得天安千树是美还是丑呢 我像您的一样有丁导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